亚运倒数100天 大会 中大大 谢谢 2018亚运将于8月底 在雅家达登场 国庆中心10号举行亚运倒数100天 逝世大会 邀请2006年度花亚运同牌的女排选手 林静怡 以及2010年广州亚运银牌田径400公尺 接力选手刘渊凯 分别传承给现役女排队长张丽云 女排选手张梦化 和田径短跑名将杨俊瀚 期许年轻一代 一棒接一棒 闯出好成绩 去年台北市大运 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选手郭信淳 更代表所有选手宣誓 强调会全力以赴争取夹击 我们宣誓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将会更加努力精进自己 全力以赴 用尽全力非常汗水 力拼亚中部都会 为我国争取最佳的荣耀 面对亚运前的最后冲刺阶段 国庆中心选手们各个上井发条 其中射箭代表队持续以赛代训 希望在亚运时能调整到最佳状态 我会希望不管是谁都能够 就是到最后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那当然每个人的设定 一定都是个人 一定是前三名 那团体一定是前二名 那混双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当下 你表现最好的去搭配 男生表现最好的 去做一个混双团体的部分 那不管是谁 我都会希望就是我们能够 就是为台湾夺下很好的成绩 被寄予欧望夺金的郭信淳 不止目标夺金 他也豪气地说 希望能再一次刷新自己保持的 举重世界纪录 接下来的这一百天 我觉得我会更加的 更加的努力 然后再雕一下自己的技术跟机力 让自己可能在亚运的时候 希望是一个 就是一个高峰这样 然后当然也希望自己在亚运会可以 就是能够超越自己在四大运的一个记录 胡舒代表队要到六月 才会临选出最后亚运参赛名单 不过教练表示 包括蔡泽民 赖博伟 王正明等选手 实力都很不错 教练团的目标就是希望 能在今年亚运 一举坐下三面金牌 教股电台记者就像云江昭伦 高学国训中心财宝报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诞订阅